结婚十年 我一直不孕 三十岁这年 我终于怀上了老公的孩子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公时 他冷冷地看向我 孩子是谁的 我们大吵一架 为了故意气我 他在外面找了个白月光 对此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直到怀胎六个月 我做了羊水穿刺 拍了亲子鉴定给老公看 孩子是你的 我这就去医院银产 成全你和那个白月光 老公在电话里威胁我 你敢银产 我杀你全家 当天晚上 我老公欣喜若狂地 把我被老公的白月光 当成小三 他带着姐妹 把我堵在商场 声声打到流产 他一直脚踩着我的脸 恶狠狠说道 你这个贱人小三 敢勾引我男朋友 给他生孩子 我这就让你和孩子 一起下地狱 和老公陈愿之结婚十年 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他做梦都在渴望 能为老陈家添个后 三十岁这年 我发现自己终于怀孕时 拿着验孕棒 欣喜地找到我老公 愿之 我们有孩子了 我喜极而泣 陈愿之冷冷看着我 孩子是谁的 我心仰半截 最终哭着和他大吵一架 老公摔门离去 为了故意气我 他在外面找一个白月光 怀胎六个月 我去医院里做了羊水穿刺 开了亲子鉴定报告 发到老公微信 附带一条消息 孩子是你的 既然你不认 那我就去医院做银产 我老公打来电话 他在电话里 用冷酷的语气威胁我 你敢银产我的孩子 我就杀了你全家 当天晚上 他在朋友圈更新了动态 并且配上一条文案 感谢你让我有了孩子 我会用一声来疼你们 没想到这条朋友圈 让他的白月光 把我当成了小三 陈愿之的白月光 是一个女主播 我时常在直播上刷到他 当他更新出 他和我老公在一起的合照 视频时 每次我都会在下面 默默点个赞 今晚白月光再次开了直播 他双眼通红 似乎才刚刚哭过 在直播间破口大骂 这个世界 最该死的女人就是小三 因为她 我是做未来老公的男朋友 让我以后都不要再去找他了 在直播间 众多观众的起哄下 白月光眼神坚定 我们女大同胞 应该捍卫自己的爱情 对小三见人说不 这两天 我会找个机会 带着我的姐妹直播抓小三 我一愣 以为老公除了我和白月光外 还有第三个女人 我拨通了陈愿之的电话 冷冷开口 恭喜你呀 除了我和你的白月光 居然还有第三个女人 我会找个时间 去把孩子迎产了 不等陈愿之说话 我迅速挂断 他立刻发了消息 我明天晚上就从国外飞回来 在家里等着我 韩非 你敢碰孩子 我这辈子不会放过你 第二天早上 我一人来到市中心的商场 打算给孩子买一些婴儿用品 就在我用婴儿车 退着满满的用品 准备离开时 我意外看见我老公的白月光 开着直播 领着几个姐妹 往我这边冲来 同事嘴里大叫着 终于让我找到这小三了 好啊 你果然怀孕了 难怪愿之要离开我 他们蜂拥而上 白月光将手机交给姐妹 一个人冲到我面前 揪着我的头发 往我脸上狠狠扇来 贱人 不要以为我找不到你 我被白月光拽到在地 婴儿车推翻一地 她的姐妹们煽风点火 打死这条五狗 勾引别人男朋友 贱人不得好死 这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我就是白月光嘴里的小三 我拼命地保护住了自己的肚子 抱着头蜷缩在地面 耳旁是白月光那些姐妹们 一声声地叫好声 贱人 今天看我不打死你 白月光如凶悍的泼妇般 揪着我的头发 按着我的脑袋 不断往地面撞 周围全是看戏的人 小三不得好死 看他文质冰冰的 做什么不好 居然去勾引人家男朋友 周围的议论 让我天选地转 我不是小三 我是怨之的 我发了疯的尖叫着 可嘴里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白月光一巴掌打断 火辣的疼痛 几乎让我大脑一片空白 白月光冷哼道 怨之 你叫我还真亲切 居然还被肚子里那个剑容买了奶粉 他见起地面滚弱的奶粉 引开瓶盖 让姐妹们按着我 然后掐开我的嘴 把奶粉往我嘴里灌去 我嫌弃窒息 他双眼发红 仿佛恐怖的恶魔 不断用奶粉灌往我嘴上撞 我让你去勾引人家男人 真以为你怀了陈愿之的孩子 他就会和你结婚吗 你休想 白月光冷笑不断 周围有人看不过去了 连忙站出来小声劝说 小姑娘 人家好像怀孕了 就算她有错在先 你也不能这样打人啊 白月光抬头看着她 冷哼道 这么忙着出来劝架 我看你和这个贱人一样 都是去给别人当小三 勾引人家老公的贱货吧 你 对方气得说不出来话 白月光的姐妹 双手抱胸 对着周围众人耀武扬威道 哼 失齐的男朋友 可是镇庭集团的董事长 陈愿之 作为本土龙头集团之一 陈愿之五年前 就排进了当地富豪排行榜第一名 我虽然出身普通家庭 父母都是打工组 但我家从来没有因为我加入豪门 那些昂贵的包包 手表 都是陈愿之买给我的 我以前就曾对她开玩笑 说等我们未来有了孩子 如果是个女儿的话 我就把这些东西送给她 听见陈愿之的名字 大家一脸忌惮 明显不愿意多管 杭林摇头叹气 我说她看起来 一副挺温柔咸淑的样子 怎么去当别人的小三 原来是勾搭上了陈首富 得到众人的支持 白月光似乎有了底气 瞬间变本加厉 姐妹们给我按住她 想靠孩子上位是吧 我偏偏不如她的愿 白月光姐妹按住我的手脚 在我绝望的惨叫声中 白月光一脚又一脚的 往我肚子上踢来 不要 我拼命的挣扎 振振剧烈的疼痛 让我叫得死心裂肺 我不是愿之的小三 我是她老婆呀 白月光没用停下 她边踢边冷笑出来 哼 孩子都还没生下来呢 就把自己当成 陈愿之的正牌夫人了 你真是见得该死了 我不光要打你 我还要把你的衣服脱了 让大家欣赏欣赏 能勾搭陈愿之的身体 究竟长什么样子 白月光伸手撤掉了我的外套 她满脸凝笑 嘴里大叫着 姐妹们 以正气刚 打到所有小三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想拦住白月光 但是她这边带了四五个姐妹 非但没有拦住 反而被白月光的姐妹 一脚踹翻在地 大部分 则是抱着势不关己的态度 当做一出 原配手思想三的戏码来看 不要 我苦苦哀求 我真的是愿之的老婆 你可以打电话给愿之 求求你 别打了 也不能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 为了孩子 我可以付出自己的性命 现在失去理智的白月光 根本听不进去一句话 她边撕扯着我的蕴裙 边扇着我的巴掌 老婆 这么忙着上位吗 在白月光连丝带拽的 凌鲁殴打下 我劈头散发 脸上血液横流 身上更是一不避体 露出大片的冲光 呵呵 没想到你这只野鸡 居然还有几分身材 难怪你得成愿之神魂颠倒 还发什么朋友圈 说什么要用命来疼你 快把她的手拿开 让大家看看这只狐狸精 真以为有了孩子 就能上位架入豪门了 野鸡就是野鸡 抢我男人 我让你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给我下地狱去吧 此刻的我 早已顾不上暴露出来的地方 蜷缩着身体 把后背露给白月光 死死护住了孩子 任由她全打脚踢 哈哈 打得好 当小三就该是这种下场 白月光的姐妹 嘴里哈哈大笑 开手叫好 有人看不下去 摇着头 拿出手机就要报警 但被白月光的姐妹 眼疾手快 夺到了手里 狠狠摔在地面 你们这样打人 是犯法的 好几个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仿佛被陈愿之抛弃 被世界抛弃一样 孤零零地躺在血泊中 绝望而又无力 白月光凶神恶煞 争锋相对地大骂回去 我教训小三关你们屁事 我男朋友是陈愿之陈总 就算把这贱人打死了 我男朋友也会把我摆平的 面对白月光战斗力爆棚 手撕小三的闺蜜 其他人害怕手机被砸 也没敢再说什么 这时 白月光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故意打开免提 陈愿之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我已经上飞机了 傍晚就到 给你五百万的分手费 从此你不要再来找我 我只是在利用你做些事情罢了 白月光的脸色难看起来 他冷冷开口分手 我不同意 是因为那个见过小三吗 既然他抢我的男人 就别怪我心狠手吧 陈愿之愣住了 小三 什么小三 白月光开口道 马上你就知道了 眼眼一息的我想要求救 却连一丝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白月光挂了电话 他双眼通红 似乎刚刚陈愿之嘴里的分手费 彻底刺激到了他 想靠孩子上位 我看没有了孩子 陈愿之还会不会多看你一眼 在我惊恐的视线中 白月光拼尽力气 一脚往我肚子上踢了过来 不 我生死力竭地尖叫出来 做完这些 白月光又当着我的面 拨通了陈愿之的电话 声音娇滴滴 和刚才叛入两人 小声说道 愿之 我打人了 陈愿之愣了下 但还是淡淡道 我会帮你摆平 无法形容的剧痛 席卷了我的全身 有了陈愿之的担保 丧心病狂的白月光 当着所有人的面 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围观的人群看见动刀 不断后退 白月光的姐妹们 视线恶狠狠地在周围人群身上扫过 杜绝有人掏出手机报警 求求你们 快点报警 我肚子好痛 孩子 救救我的孩子 我能感觉到 下面开始渗透出血液来 我看谁敢 我再说一遍 我教训小三 和你们有关系 因为这个贱人 我男朋友要和我分手了 我都准备和他结婚的 白月光手持水果刀 指着人群威胁 姐妹们 按住他 这贱人不是长得很漂亮吗 我现在就把他的脸毁了 我要看看以后陈愿之 还会不会看他眼 白月光的闺蜜 也有些害怕了 因为这时候 我身体附近 已经流出来许多的血 染红了地面 失骑 要不还是算了吧 别闹出人命来 白月光摇头道 放心吧 不会的 没看见这件货的命 这么硬吗 怎么打都没事 再说了 愿之答应我 会帮我摆平的 他的姐妹眼里 闪着约人士 最终还是七手八脚 将我按在地面 事实上 我现在感觉天旋地转 快要昏迷过去 连着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随着阵阵钻心般的疼痛 白月光用水果刀 在我脸上 拉出了一道道口子 血液染红了我的视线 我心如死灰 眼泪不断流出 看你以后 还敢不敢去勾引男人 白月光 还在持续 相比之下 脸上几乎被毁容的痛苦 已经不算什么了 迷迷糊糊中 看着地面流淌的鲜血 我只感觉人生 仿佛被撕裂了一脚 漫长的煎熬中 有个自称是 陈愿之司机的中年男子 推开人群往这边走来 我没有见过这个人 记得之前陈愿之的司机 因为家里有事 请了个长假 所以眼前这人 应该是陈愿之临时找来的 他气息彪悍 皮肤有黑 还穿着笔直的西装 看着躺在地面的我时 男子一愣 明显不认识我 他开向白月光 沉深开口 陈总晚上五点的飞机 他让我先来接你 去机场等着他 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了 白月光得意的看了眼司机 愿之会帮我摆平的 你怕什么 接着他从姐妹手里接过手机 把镜头对准了我 开口说道 看见了吗 这就是当小三的下场 司机则是拨通陈愿之的电话 陈总 赵施奇好像把人打得挺惨 要不要我拍个视频给你 接下来 司机拿出手机 将我倒在序谱中的画面拍摄下来 发给我老公 做完这一切 司机拍了两句马屁 陈总 等你解决完和赵施奇的事情 我这就开车带你回家 恭喜了陈总 我顺便看看您太太 应该长得很漂亮温柔吧 随后挂断电话 白月光赵施奇本想转身离开 然而听见这句话 他再次被刺激到一半 转过身来 揪着我的头发往地面撞 贱人 这样放过你太便宜了 陈愿之藏的真身 和我在一起 快有大半年了 我居然不知道 他还进入藏郊 被地里养了一个贱人呢 你还想给他生孩子上位 你做梦 司机也看不下去 但暗于他和陈愿之的关系 还是尽量让语气平和下来 施奇小姐 差不多就够了 人家也是爹生痒痒的 就算给陈总当小三 打一顿就够了 何必把事情做绝 赵施奇冷笑着嘲讽出来 你只不过是 愿之临时招来的一个司机而已 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的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院知开除你 司机摆摆手 无所谓 反正我也才给陈总当司机几天 有个阿姨也在此刻摇了摇头 冒着被赵施奇打的风险 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盖在我的身上 结果赵施奇立刻炸毛了 他一把将外套从我身上拿出 大叫道 谁让你给这贱人盖呢 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着他现在的样子 小丫头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还是快点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我看着要出事 那个阿姨好心劝说 看不下去的人 也开口道 是啊 你看他流了好多的血 真可怜的 他就一个人 被你们五六个这样按着打 人家父母看见了 该有多心疼呢 赵施奇阴阳怪气说着 他还有父母啊 我以为他家里都死光了呢 要不怎么没人叫 居然去做勾当人家男朋友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最后是司机提高语气 开口道 赵小姐 你要是不想走的话 我现在可以打电话告诉陈总 看见司机叫真了 赵施奇才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如胜利者般 挡着雪白的下巴 率领中丢姐妹离开 我也终于撑不住了 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一样 昏迷过去之前 我看见周围的人 连网拨打了120 随后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当我醒过来时 正躺在医院病床上 浑身难以想象的疼痛 涌变了每一个角落 睁开眼 我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正站在病床前 看着我的样子 大摇起头 我眼泪刷刷流着 拼近身上的力气 拿掉嘴上的吸氧照 气不成声地问道 医生 我的孩子 医生犹豫片刻 还是小生对我开口 小姑娘 你的孩子 流产了 那一刻 我的人生充满绝望 我在病房里 发出一道撕心被吠的尖叫声 我的孩子 医生 看我情绪激动 连忙给我打了镇定剂 主持医生叹气道 你能侥幸活下来 也算命大 而且以后 你可能永远会不了孕了 小姐 是谁做的 快报警吧 那人真的太狠了 几个实习护士和医生不断摇头 看我的视线充满同情 我一直在流泪 我恨陈怨之 恨赵士奇 也在恨自己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也只一直震动 一直想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只感觉微信 电话 从来没有停过 终于在我恢复一丝力气时 我艰难的伸手 勾到了柜台上的手机 打开一看 全是沈验之发来的消息 韩非 你在哪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我把消息告诉我爸妈 还有你的父母了 我老成家 终于有后了 韩非 我不管你在做什么 看见消息后 立刻回我 对了 我还给孩子买另一平安所 来之前找个高人 花八百万买下来的 看着这些消息 和几十个未接电话 我就明白过来 今天在商场里 司机把赵士奇 凌入我的视频 发给陈愿之 陈愿之并没有把 躺在序坡中的 我认了出来 也许是角度原因吧 陈愿之的电话一直打来 这次 我按下接听键 陈愿之着急的声音传来 韩非 你刚才为什么不接电话 在家里等多哦 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 就回家来找你 分去了六个多月 你心里再大的气 也该消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我的孩子了 我没有开口 听着陈愿之一直在说 这个男人 我从来没见过他 有过如此欣喜若狂的时候 韩非 你怎么不说话了 陈愿之依旧开口 好了 之前是我胡思乱想 我们从二十多岁结婚 努力了十年 都没有怀上孩子 你突然告诉我 我一直想歪了 我对你道歉 那个赵士奇的事情 今天我会处理好 我知道你心里明白这一切 我也从没有碰过他 当时只是为了气你而已 今天他打了一个人 待会我会让司机去医院处理 就当是 最后再帮他做一件事吧 陈愿之自顾自说着 语气里难掩他的兴奋 我终于开口了 陈愿之 你的孩子流产了 陈愿之一愣 这次他再电话了 安静了好几分钟 接着语气冷酷道 韩非 你知道我把这孩子 看得比我的命还重 你这样有意思吗 说这种气话 又不幼稚 好了 你父母和我父母 都已经在家里等着了 他们说你不在家里 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立刻夺回家 以后你再敢拿我的孩子 来威胁我 你试试看 挂断电话后 陈愿之那个司机 后脚就来了 他身后还跟着律师 小姐 你没事吧 你可以叫我小王 小王看着我的样子 眼底一片同情 陈总叫我来解决这件事 需要多少钱 你开个架吧 我虚弱的笑了笑 并并看着小王 许久后才小声开口 你觉得我肚子里的孩子 值多少钱 小王沉默下去 过了好几秒 他才小声开口 孩子 没了 五百万 只要你答应不再追究 签下量解书 半个钟头内到账 我就看着小王 也不说话 小王皱了皱眉 一千万 条件不变 小姐 一千万足够你一辈子 一时无忧了 没办法 谁让你得罪的是 陈总身边的女人 你就认灾吧 你玩不过肇事其道 这个女人知道 陈总心中对她有愧 可以说现在她不管提什么要求 陈总都会尽量满足的 一千五百万 半个钟头内到账 不要耽搬彼此的时间 一千五百万不够 那就两千万 小王说到最后 脸上露出几尊无奈 我笑了笑 开口道 小王是吧 不如你打电话 问问陈愿之 我肚子这条人命 到底值多少钱 小王摇头 陈总现在没时间 我笑容愈发复杂 忙着和她那个白月光 待在一起吗 小王开叹气道 哎 陈总在和赵小姐吵架呢 赵小姐一直说 陈总在外面找了小三 还叫嚣着 要带陈总来医院 当面验证呢 正说着 小王的电话 铃声响了 他接听后 脸色变了变 陈总 你要来医院 和赵小姐当面对峙 好吧 我的确找到 今天赵小姐报答的小三 哦不 小姐了 我把医院地址发给你们吧 正好让陈总你 亲自出面摆平吧 挂断电话 小王干脆站在窗户前 不再开口 大约半个多钟头后 我们都听到了 外面传来的声音 这道声音 我太熟悉了 赫然就是赵世奇 他似乎正在开始直播 家人们 我就说 我男朋友愿之能 帮我摆平吧 大家不用催 我男朋友陈愿之陈总 已经答应和我来医院里 掌握一件人对峙了 听说这个贱人命挺硬的 被我做成那样 居然还没死 好啦 我快到病房了 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 接下来 病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穿着高跟鞋的赵世奇 看见我后 嘴角的笑容立刻消散 好啊 见货 你还这么精神 果然是祸害一千年 老天无眼 这样都没有把你收走 不怕告诉你 就算今天我把你打死 愿之都能摆平一切 赵世奇就像一只高傲的白天鹅 一脸傲慢地站在我面前 此刻的我 脸上被包满了纱布 几乎只露出了眼睛 在赵世奇身后 我看见了身穿西装 大步走来的赵愿之 愿之 这个见货就在面前 今天我要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小三 赵世奇说着 往前两步 伸手揪着我的头发 强行把我的头提了起来 对准陈愿之 陈愿之的视线 也缓缓投在了我的身上 他一愣 现在脸上缠满纱布 伤痕累累的我 根本看不清容貌 我也闭上了眼睛 眼泪顺着眼角流下 赵世奇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陈愿之平淡的语气 充满威严 这是最后一次 我会帮你摆平 我还有事情 没有心思和你闲闹 医生也连忙走了进来 看见赵世奇对我的所作所为后 脸色大变 训斥道 你干什么 病人刚流产 现在很虚弱 你们再敢胡闹 我就要报警了 面对医生 赵世奇毫不收敛 他冷笑道 我正在教训小三呢 关你什么事 只有陈愿之抬头 语气不弄自威 医生 你刚刚说什么 什么流产 医生叛弃道 伤者有孕在身 可惜被送到医院时 因为被人暴力殴打 已经流产了 否则一大一小的命 都保不住 而且他来到医院时 肚里的孩子已经 这句话 好像触碰到了陈愿之的内心 他猛地转过头去 死死看着赵世奇 赵世奇 你还真是心狠手辣呀 随后又看向司机小王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不和我说 我以为只是一件小事 赵世奇啊赵世奇 你难道就不怕报应吗 赵世奇冷笑道 有你在 我怕什么 再说了 谁让这个狐狸精 放着好好的女人不当 非要去做工与男人的见货 陈愿之闭上眼睛 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他的双手正在轻轻颤抖 最后一巴掌 扇在了赵世奇脸上 胡闹 赵世奇捂着脸 委屈巴巴地看着陈愿之 这一巴掌 似乎让他最后一丝理智消失 今天我非要和你当面对峙 是不是他被毁容了 你认不出这个老乡好了 今天 我就让你好好的看看 陈愿之没有理会赵世奇 而是看向我 需要多少钱 你开个价 不管多少都可以 不行 你还想给他钱 做梦 赵世奇不顾众人反对 跑到病床前 在医生的惊哭声中 竟然伸手疯狂地扯掉了我脸上的纱布 接着一张伤痕累累 几乎毁龙的脸庞 出现在大家面前 当陈愿之看清我的容貌时 他先是短暂地待在原地 然后眼瞳皱然一缩 蹬蹬地后退了几步 幸亏四季小王眼疾手快 急忙搀扶住了陈愿之 老婆 陈愿之在病房间大叫出来 所有人都被他现在的样子吓到了 赵世奇也一时站在原地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陈愿之 陈总 四季小王用力扶着 几乎快要站不稳的陈愿之 这时候 我对这个男人 露出一个无比绝望的笑容 陈愿之 你觉得你的孩子 值多少钱 我嘶哑的声音 在病房中响起 我们的孩子 陈愿之脸上轻轻暴露 顿时天选地转 四季小王也反应过来 语气哆嗦着看向我 你 你就是陈总结婚十年的太太 赵世奇呆住了 他脸上的表情 从愤怒到疑惑 从疑惑再到惊恐 这个女人 当场下的一屁股坐在了地面 愿 愿之 你 没说过 已经结婚了呀 我以为她是你的小三呢 我也是事先不知情 而且你也没有告诉我过 愿之 这件事不能怪我 赵世奇尖叫出来 这一晚的陈愿之 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一脚踹在了赵世奇的肚子上 接着掐住了他的脖子 把他按在墙上高高举起 赵世奇手脚乱灯 正在直播的手机 也掉在了地上 四季小王一脚踩碎手机 然后迅速反锁了病房门 医生则是吓得站在一旁 动也不敢动 直到赵世奇快要窒息 已经翻着白眼 四季小王拦住了陈愿之 赵世奇贪婉式的地坐在原地 大口喘着气 身上再也没有一丝 中五首四小三十 一起风发的样子 救救我 求你了 赵世奇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边咳嗽 一边对我哀求着 杀人了 快来人了 杀人了 这女人很聪明 疯狂的尖叫出来 加上她凄惨的声音 没过一会儿 病房外面就围满了人 保安也冲了进来 赵世奇没有半点犹豫 起身就挤开了人群 连忙跑出去 陈愿之被小王死死抱住 双眼布满血丝 看着落荒而逃的赵世奇 不管是我 还是陈愿之 都感受不到孩子的存在了 我闭上眼睛 泪水长流 孩子没了 我的孩子没有了 我也在此刻崩溃了 几分钟后 陈愿之才站起身 看向医生 以后还能还上吗 医生没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陈愿之脸色阴沉如水 头也不回 大步走出了病房 也在今天晚上 赵世奇重新换了个手机 开了直播 在直播间 赵世奇哭着控诉 镇婷集团董事长陈愿之 使乱中气 欺骗她的感情 满腻后就把她一脚踹开 还说着陈愿之 威胁要杀了她 直播间中的赵世奇 楚楚可怜 从头到尾 我只是一个受害者 我不光被陈愿之欺骗了感情 他甚至差点动手把我掐死 赵世奇露出了脖子上深深的掐痕 他悲惨的遭遇 引起了无数网友公民 关于他在商场里对我做的事情 赵世奇一字不提 请广大网友替我做主 现在陈愿之还威胁着要杀了我 我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受到了威胁 赵世奇的那些姐妹 不断在直播间刷着流言 诗奇 我们支持你 赵世奇义正言辞 他哭得眼睛通红 说话断断续续 我不相信在广大网友的支持下 陈愿之还都无法无天了 就在赵世奇直播的时候 他家被人破门而入 四五个蒙面大汉手法专业 从破门进入家中 到用麻袋套走赵世奇 再到摔碎手机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三十多秒 赵世奇在上千个直播间网友的视线中 被人抓走了 接下来半个多月 我再也没有见过赵世奇开直播 过了二十多天 我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这天我刷着手机 不让自己的精力 再次集中到孩子上面 也是这二十多天 我试过好几次轻声 每次都被人拦了下来 最后 我更是被转到了医院的私人病房 每天有四五个小护士 二十四小时门断指手 生怕我出什么意外 正在刷手机的我 看见消失二十多天的赵世奇 重新开直播了 直播间中 赵世奇坐在轮椅上 脸上几乎被毁容 再也看不清原来的样子 就连视线都变得空洞起来 他如惊弓之鸟 哪怕直播的时候 都在瑟瑟发抖 眼泪刷刷流着 对不起 我要澄清一件事 第一 那天晚上我被人带走 只不过是直播效果 恶灵起网友关注 第二 我把陈愿芝的正海太太 当成了小三 领着我的姐妹 把她堵在了商场里 持续殴打了陈飞太太 三个多钟头 导致她当场流产 而且我还扒光了她的衣服 用刀子毁了她的容 最后我还故意引到大家 在网上抹黑正庭集团 和陈愿芝 直播间中 有人问起赵世奇出什么事了 赵世奇脸色惊慌 是我晚上出去的时候 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没有人故意伤害我 我的腿就是那次摔断的 还有我脸上的这些疤痕 也是面部朝地 自己弄的 一切都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我要对陈愿芝道歉 对对我伤害过的 韩飞太太道歉 对不起 后来司机小王来了 我单单问着 陈愿芝打的 小王点点头 接着在他身后 走进来了好几个女人 全是那天在商场 殴打领务我 赵世奇的那几个姐妹 他们全部戴着口罩 瑟瑟发抖的站在我面前 才看见我 他们就全都跪在了地面 对不起韩太太 我们错了 都怪赵世奇 是他怂恿我们的 踹你肚子的 扒光你衣服的 和用刀子把你毁龙的 都是他呀 求你了陈泰 让陈总放掉我们的家人吧 我们真的知道 错了 他们不停地对我磕着头 看着这几个女人 痛哭流涕的样子 我冷笑出来 道歉有用的话 那还要警察干什么 陈愿芝的报复 那是他的事情 从我肚中的孩子 被他们生生折磨到流产后 我对未来的生活 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我的报复 还没有开始呢 你们跑不掉的 我还非动用 整个老陈家 所有能用的关系 不管浪费多长时间 花多少钱 我都要把你们这群恶魔 亲手送到大牢中 让你们永远出不来 这几个女人 脸色都白了 给我滚 我尖叫了出来 中午的时候 我不顾医生的反对 拖着虚弱的身体 亲自去到了橘子里面 他在我时 有人亲自走了出来 他对我叹了口气 喊太太 您的事情我们都听过了 但是到现在 一直有人压着不让报警 没接到报警 我们就没办法立案调查 我平静开口 我要报案 赵世奇和他的闺蜜姐妹 在商场里对我殴打凌辱 非法拘禁 杀人未遂 我要求你们 立刻把这些人抓捕回来 这个警察点点头 让我回家等待消息 他们的动作很快 到了逛晚的时候 就通知我来橘子里面认人 来到橘子里 我看到了赵世奇 和他那几个对我出手的姐妹 全部都在指认室内 瑟瑟发抖地站在原地 就是他们 我颤声开口 一直手扶着单面玻璃 我发誓 这辈子都不会让他们好过 听到消息后的陈愿芝 也冲到了橘子里面 赵世奇和他姐妹们的父母 也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陈愿芝带来的 他们的父母跪在我面前 嚎啕大哭 韩太太 您大人有大量 都不给他们吗 而且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的孩子也回不来了 求你给他们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我冷笑了出来 看着跪在我面前的赵世奇父母 开口道给他们机会 那谁给我孩子机会 放心吧 就算他们进去了 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说完这些 我看向了周围的警察 我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赔偿 要求从严从重 丙格处罚 警察点点头 把赵世奇他们带来了出来 随后当面问道 你们的伤怎么回事 看起来很严重 还有你赵世奇 如果有人伤害你们的话 你们也可以报警的 赵世奇和他的所有姐妹 都惊恐摇头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不小心弄的 和别人没有关系 他们的父母 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警察开口 你们确定 大家全部点头 现在的赵世奇很惨 除了被毁容后 还坐在轮椅上 看样子很严重 给人一种永远 都要在轮椅上度过的感觉 他在看我的视线 只剩下惊恐了 警察摆手道 好了 你们这些家长可以回去了 有什么进展 我会通知你们的 大家小声开口 回家 还能回哪去 家都湿火被烧光了 什么都没剩下 警察皱眉道 你们确定不报案 所有人惊恐摇头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赵世奇他们父母 不知道从哪得知了我家的地址 每天都会守在门口 韩太太 求您了 世奇他们还小 要是坐牢的话 会毁掉他们一辈子的 您何必苦苦抓着不放呢 他们已经很惨了 世奇他们也说自己知道错了 要不您来打我们一顿 这件事就算扯平了 怎么样 我站在门口 冷眼看着这群人 更有的直接威胁我说 要是我不同意谅解 兼从众处罚的话 就永远都不离开了 即便是死 也要死在我家门口 我拒绝了沉愿之 叫人把他们绑走的想法 就是要让他们 每天跪在这里 亲眼看着 我把他们女儿送入大牢 失去孩子 到底是什么滋味 我不光要把他们送入大牢 还要他们的余生 都要击飞狗票 当然 我也不是不给你们机会 只要赵世奇愿意开直播 当着网友的面 对我下跪磕头 我可以一分钱不要 签下谅解书 一个报复的想法 在我脑海里出现 就这样送他去坐牢 太便宜他了 他亲手剥夺我孩子的生命 撕碎了我未来的人生 我也要他比我还惨 赵世奇父母 抓住最后一丝救命稻草 疯狂点头 当天和我一起去了局子 听见我愿意原谅赵世奇 不光警官 陈愿之 就连我们双方的父母 都感到不可思议 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所有人都同意了 我也签下了 对赵世奇的行事谅解书 因为我知道 他那些姐妹只是帮凶 他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 在局子里面 开启自己的直播间 然后当着所有网友的面 对我磕头道歉 对不起韩太太 我知道错了 赵世奇如是重负 松了口气 他并不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只是他害怕了 因为我签下谅解书的缘故 赵世奇最后被判了三年 缓行四年 说白了就是 可以在肩外执行 所有人都不理解我 但我没有开口 大家都选择默默接受了这件事 只有我心里明白 从赵世奇出来这一刻 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而已 他重新回到老本行 众多网友的同情心 最后更是扯着 镇庭集团董事长 陈苑之前女友的身份 吸引了许多人气 赵世奇再次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期间他也有直播间赚来的钱 去韩国做了紫整容修复手术 虽然还能依稀看见伤痕 但也恢复了七八分的样子 很多吃瓜网友 都八卦着那件事 每次赵世奇都笑着敷衍过去 没什么好说的 一件小事而已 好了 过去的事情就没必要去提了 我也要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我有小号 看着直播间侃侃而谈的赵世奇 嘴里冷笑不断 是啊 你还能开始自己的人生 但我的人生呢 你以为 我真的就放过你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 我一直没有做整容手术 脸上被赵世奇用刀子划出来的伤痕 一直提醒着我 那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赵世奇的人气越来越高 最后甚至出现了个一只千金的土豪 基本每次赵世奇开直播时 这土豪都会几万十几万的打赏 用这笔钱 赵世奇直接在城里买了一套小区房 接来了他的父母 每天都会让他父母推着他 在小区散步 他则是趁机直播 打造自己坚强的形象 世奇加油 赵世奇那个出手阔绰的绑一大哥 一直为他加油打气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 人总是要往前看的 你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我很喜欢你现在的状态 绑一大哥开口安慰 大家都能看见 赵世奇和绑一大哥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他们在直播间亲密互动 收到众多网友的祝福 三个月后 还在街外执行的赵世奇 开直播时 在整个直播间中 当中宣布了一件喜事 今天我要郑重宣布我的男朋友 也是我的未来老公张赫轩 赵世奇满脸笑容 直播间中 一个长相帅气 白白净净的年轻人 正蹲在赵世奇身旁 赵世奇一脸甜蜜 把脑袋整在了张赫轩胳膊上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 我已经有了赫轩的孩子 一个星期前刚刚测验出来的 我们下个月就打算举办婚礼了 我们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祝福 我用小号乐乐剧 赵世奇 你人生圆满了 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上次在商场里 被你打到流产的韩太太呢 这次赵世奇没有回避 她微笑说道 我托人打听过韩太太的消息 据说她现在过得很好 人总是要往前看的 那件事 相信韩太太很快就会释怀的 我在赵世奇眼底 看见了一丝不屑 好了 不说了 今天是我和赫轩的好日子 和赵世奇说的一样 一个月后 她和这个有钱的新男朋友结婚了 结婚当天 韩世奇坐在轮椅上 满脸笑容 在众人的起哄下 张赫轩更是把她抱在了怀里 恭喜世奇啊 马上你就要当妈妈了 面对直播间众多网友的祝福 赵世奇春风得意 希望各位朋友 能为我和赫轩的孩子 取一个名字 我在举办婚礼的宴厅门外 平静地看着手机 随后装起手机 默默转身离开 结婚后的赵世奇 每天都会在直播中 分享她和张赫轩的生活 而且赵世奇的肚子 肉眼可见地带了起来 她也体会到了一个做父母感觉 到底是什么 马上就要怀孕三个月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和自己的宝宝见面了 赵世奇一脸幸福 然而自从这最后一次直播 相隔一个多星期 再也没有见过赵世奇的身影 她的直播间 也再没一点动静 也在一个星期后 我终于接到了张赫轩打过来的电话 喂 韩太太 赵世奇这回正在医院 按照医生说 现在必须隐产了 孩子保不住了 电话里 张赫轩的语气非常痛苦 我平静开口 我理解你的心情 既然当初你答应了我 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事后我会给你五千万 你拿着钱远走高飞 重新找个女人结婚生子吧 永远不要再回来 张轩和探声道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都挺畜生的 我为了钱 你为了孩子 至于赵世奇 他本来就是个畜生 卡号和医院地址 我会发到你微信上 韩太太 我得走了 说实话 真等自己做起来 感觉自己完全没有一点人性 哎 过端电话后 我拨通了陈愿芝的电话 想看好戏吗 我带你去看一出精彩大戏 这几个月来 遭受巨大打击的陈愿芝 双臂已经单白了 他满脸疑惑地 被我带到了张轩和发来的医院 最后在病房中 找到了身穿病服 脸色憔悴的赵世奇 赵世奇一脸眼泪 嘴里不停叫入我的孩子 他情绪激动 几乎哭干了眼泪 看见我和陈愿芝时 赵世奇呆住了 我摆摆手 你们都出去吧 我有点话 要对赵世奇说 等病房里的人 走的只剩下我和陈愿芝 以及赵世奇三个时 我走到了赵世奇面前 笑呵呵地问道 现在你能体会到 我失去孩子时 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吗 只有亲身体会 你才能感同身受 赵世奇哭着看向我 谭太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老公呢 我摇摇头 你说张和轩吗 他是我的人 是我让他故意接近你 给你刷大文礼物 和你恋爱 和你结婚 最后也让你怀上孩子 我旁如无人一样 淡淡说着 本来我想让你坐牢的 但是我改变主意了 我让张和轩和你结婚后 你只需要知道 我曾经作为一个母亲 对于什么东西 什么药物很伤她 都了解得很清楚 也在一直避免接触恶福 不光赵世奇待住了 连着陈愿之 也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 我紧紧看向赵世奇 我就是想要让你体验一次 当米妻的感觉 然后再亲手 剥夺你的一切 让你也试试 失去孩子 是什么滋味 这一刻 赵世奇彻彻底的崩溃了